我們邀請黃紫豪 黃紫豪社長一起上台 和我們一起聽一騎 今天的主打歌一騎 好那我們現在把時間交給張天林委員 各位鳳山地區 特別是我們無聊坡大社區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平安大家恭喜大家好 剛才繞了學校一圈發現好多好多好多人 真的是很開心 這個我們今天在座有好多很棒的好朋友 首先要特別謝謝剛剛新手爸爸 他的小朋友現在還在娃娃車裡面 今天跟著他的美麗的太太 一起來爸爸媽媽一起來 我們的鳳山耀紅市議員參選林志弘 很謝謝他有這樣的看見 他跟我說鳳山除了是高雄市最大的行政區以外 我們的五條坡 我們的恰刷 我們這附近是我們高雄市所有的社區 年輕人比例最高的地方高達百分之三十四 對於一個我們慢慢的老年化的高雄來講 非常的難得 所以他特別希望能夠在我們的高雄樂活節結束之後 我們要有個安口場 就是用我們的移動樂園一起樂活 選擇就在我們的大社區這個地方 要告訴所有的市民朋友 我們就要用這個地方做個例子 未來我們在市政府在市議會 我們要一起合作 就讓高雄變成是一個人口增長 經濟繁榮 重現藍天 空氣清新的一個好城市 讓我們五條坡這個社區 未來在經濟發展之後 要成為最多年輕人 幸福居住的好所在 所以呢首先 請各位借著各位的雙手 給我們高雄市福利福倫社 黃子豪社長 他們特別贊助的這個活動 讓我們年輕的志鴻實現理想 我們給志鴻跟福利福倫社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你們 謝謝 那當然我們真的覺得 非常的佩服 過去城區市長把我們整個 恰殺地窟 我們附近的這個大社區 最頭痛的淹水問題 因為他建立了寶願李志鴻池 然後讓他迎刃而解 那現在迎刃而解之後 我們未來入主市政府 志鴻到了市議會之後 我們要把這個地方 變成是所有的中產階級 所有年輕爸媽 他願意而且樂於生活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要推出養育168的政策 我們在這個地方 有很多的爸爸媽媽 如果你對於生小孩 還有那麼一點點的猶豫 未來我們入主市政府之後 請你不要擔心 因為我們推出未來第一胎 政府支持補助1萬元之外 我們會把全部的活力放在第二胎 我們主張第二胎一誕生之後 高雄市政府就補助每一位爸媽 6萬元新台幣 建護天安座委來 讓我們可以立刻減輕 第二個孩子出生之後的壓力 另外我們不只是 有這樣的一個作業級支持的概念 未來的兩年 我們每個月會支持8000塊錢 不管你是職業的爸媽 婦女先生 還是你是專職的爸媽 甚至是阿公阿嬤阿祖 你帶孩子也一樣 我們每個月就是8000塊 跟著這個第二胎的孩子 讓他們可以順利的進入到幼兒園 三歲之後 當我們進入到幼兒園 我主張在我主政下的高雄 我們的公立幼兒園 必須要達到二分之一的水準 每兩個孩子 就要一個孩子 可以進入一萬元以下的 公立的幼兒園的 這樣子一個教育系統 讓我們的爸爸媽媽在高雄 我們不僅是一個移居的城市 而且是一個感生孩子的幸福城市 所以呢我們今天 我自己也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那志弘更是剛誕生的 我叫他跟太太商量一下 再等我一年 再跟我一年 你的第二胎等我一下 然後等到我們入主市政府之後 2018年12月25號就職 我們2019年誕生的孩子 我們就展開我們的168政策好不好 那當然呢 這個經濟發展更是重要 那我覺得未來我們會成為 一個招商的市長 那我們高雄在過去市長的 奠定的基礎之下 大大的招商 並且讓過去最污染的地方 變成最聰明最乾淨的地方 是我的職志 那當然也希望大家支持志弘 他是我一個最得力的助手 我從議員開始 他就是我的助理 當立委的時候 是我的執行長 那因為他太優秀了 所以陳菊市長特別的栽培他 讓他在研考會當過秘書 在市政府擔任過 市長市的副主任 而且高升為新聞局的主任秘書 幾個月前才接受我的推薦 跟號召投入鳳山的 這樣的一個市議員的參選 他的口號叫做鳳山要紅 林志弘 讓我們首善之區的鳳山 在未來志弘入主市議會之後 他為鳳山代言 他最有夠格 成為我們一個 所有的地區來到高雄 都會首選鳳山來定居的 這樣的一個外來城市最多的地方 最多年輕人竹梦的地方 我們就讓志弘這一個我認為 七年習生裡面最優秀的政治工作者 讓他來鳳山竹梦 帶著大家一起把鳳山打造得更好 請大家為志弘加加油 那最後呢我要把麥芬峰交給這個志弘 之前我要特別謝謝我右邊這位帥哥 高雄真的是一個竹梦踏實的城市 右邊這位黃子豪社長 大家如果不介紹他會以為說 是不是我另外一個年輕的助理 其實他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 年輕的企業家 而且他選擇 不管他的在國外 在中國大陸有任何的據點 他都以台灣做他的根 在台灣成為他的生意最重要的總部跟據點 然後全世界遊歷 那他在把他的企業工作之餘 成立了複利福倫社 擔任社長 這次大力贊助我們的活動支持志弘 我們深深再次掌聲謝謝我們的黃社長 謝謝你們謝謝 那最後我要把麥克風交給志弘囉 希望志弘可以把你的願景告訴我們 讓我們鳳山地區的朋友 支持趙天林 支持林志弘 讓我們高雄成為是一個 新經濟美好幸福的城市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趙天林委員 很開心 大家可以今天來參加我們一起 熱活移動樂園 這樣樂園的想像 其實在這段時間以來 我一直在想到底這個樂園是什麼樣的畫面 其實剛開始接受這個趙天林議員號召的時候 我就一直有個夢想 希望這個系列遊具 跟這個野唱音樂會的這個概念 可以融合為一 那今天呢 應該是全台灣第一次有這樣的這個 合而為一的這樣的創舉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的參與 那我第一個要非常感謝趙天林委員 過去這15年來的栽培和訓練 那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看到趙天林委員 從當議員的時候 就開始推動 把這個議員帶到社區裡面 把最優質的這些生活方式 最優質的文化帶到社區裡面 提供給所有大朋友小朋友 延續這樣的理念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理念 可以傳遞更遠 傳遞得更廣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 就是在這個鎮北國小 這也非常有意義 因為這裡是胡椒坡 看起來這小學校 已經剩下三百三四百位學生 可是啊 因為周邊的這個新興社區 不斷的發展 未來的這個學生數 會翻倍的成長 那我們希望從這邊開始 我們讓原本看似邊垂 成為了 可以讓它變成 從衛星變成都心 成為核心區 這是我們的想法 那我也很感謝我們的 我自己的社團 富力福恩社區 謝謝子豪 我們的社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社員 好朋友 那今天 大力這樣支持 我們在移動樂園裡面 在福仁社長期 就是做社會服務 推動更多的公益的活動 謝謝福仁社 還有謝謝我們的 新技易檢提供今天 這樣易檢的這個活動 還有我們高一的團隊 小港音樂團隊 還有衛生所 還有剛剛表演的 烏克莉莉的這個演出 當然我們在場很多 在地的里長好朋友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鎮北里邱志田里長 還有這個 武松里王春之里長 還有北門里謝秀霞里長 這都是我們整個 鎮北大社區 古調部所在 我們北鳳山很重要的生活圈 很謝謝里長 平常在這個社區裡面 推動各種環保志工 各種事務 獲得說里面的肯定 謝謝響應鏡片 就是這樣一起熱活移動樂園的活動 那 當然還有我們這個 鎮北國小的家長會長 賴會長 有來到現場 我們掌聲謝謝賴會長 大力支持我們這個活動 謝謝 我們希望這個移動樂園 看起來是禁止的對不對 其實它移動的概念就是希望說 更多人支持 我們希望讓這個樂園 可以真正移動 我在這個 聽到很多小朋友 跟我們闡述他們 期待和想法的時候 他們希望說 成長過程 爸爸媽媽可以帶他們去 兒童樂園玩 所以呢我想說 那如果沒有兒童樂園 高雄沒有兒童樂園怎麼辦 那乾脆把樂園搬進社區裡面 讓你們玩這樣 所以我希望這個樂園 是一個開始 它不是結束 我們希望讓樂園 可以真正移動 讓所有在鳳山的好朋友 所有社區的小朋友大朋友 都可以享受 移動樂園帶來的這個歡樂 更重要的是 我們因為一整一檢的關係 我們這個活動是 福老西幼西家代券 希望今天下午的這個活動 所有的好朋友 大朋友小朋友 阿東阿嬤 爸爸媽媽 小朋友 你們都可以玩得很開心 那我們 最中心的期待 我們的樂園 真的可以移動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是不是也請一下 我們房社長 跟大家講理樂話 謝謝那個 三千零委員 然後還有 優秀的社友 林志宏 我們是高雄福利福人社 我們是一個 很年輕的社團 我們在今年的五月份 才正式成立 那有一群非常有想法的年輕人 那大家一起 聚在一起 為了高雄的地方做努力 那我們也做了很多社會服務 在今年 那聽到志宏的計畫以後 我們大家都覺得非常好 那把樂園的概念 帶進社區 帶進國小 那其實小時候 應該說我刀中 活動的時候 就因為家庭的關係 就認識了趙天宁委員 那從趙天宁委員 當議員一開始一路 就是趁著他努力 然後學習 我也覺得自己 期許可以成為做棒的人 那希望我們未來高雄 在我們 活動社以及各社團的努力下 還有 教天宁委員的代理 還有我們 李志宏的努力 應該可以成正成為一個樂園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謝謝大家 謝謝 不要呼叫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 我跟大家介紹 這個主持人 在台東很有名 他是志宏的弟弟 他叫志偉 他是一個創作的音樂家 然後他之前在台東的地方 叫做鐵花村 他那時候在鐵花村 很有名 後來他現在自己 成為專心做創作的音樂人 所以呢 我們高雄 有來自於台東 屏東 來自於嘉義 台南 澎湖 各地的 來都來這裡 這個定區 那還有我們 鳳山萬跑協會 李市長 這個陽明道理市長 跟夫人 歡迎你們 好 你現在像這樣 好像要 帶媳婦還是嫁妻 這樣就對了 喝喜酒 好 那謝謝志偉 今天再從台東來支持 那我們把麥克風就叫給你了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天理委員 謝謝志宏 然後還有我們的 蔡長治 錯對不對 蔡長治里長 然後還有 黃紫豪